同样也是校园的消息 罗东高商的多媒体设计科 经过一年筹划的 没关系的专题制作成果展 在中兴文创园区的新创馆来登场 作品涵盖了绘本 平面示传 影音创作 摄影动画 纸雕跟室内设计等多元创作 战期到2月14号 欢迎乡亲可以踊跃前往观展 给学生们更多的支持跟鼓励 罗东高商多媒体设计科 第七届设计成果展 在中兴文创园区的新创馆来登场 这一届的主题概念为没关系 主要是传达因为多媒体的设计 让我们相遇而成为一段关系 主题就叫做没关系 那主要是多媒体的没 那关系的话是因为 他们因为设计而相似 然后相遇而产生了关系 所以我们就做没关系 那我们这一次展场呢 总共有12组的作品 包含主是角主 那蓝色调就是属于冷色调 那汇聚而成之后呢 就会碰撞出火花 然后变成黄色 所以黄色会变成更温暖 参展的学生包含了多媒体设计科 三年级的学生 以及综合高中多媒体学程的学生 而学生在做设计时 非常注重在地的文化以及环境议题 作品谈盖了绘本 平面试传 影音创作 摄影 动画指标以及室内设计等等多元的创作 展现了学生优异的学习成果 以及无限的设计创意 像是有动画有绘本 那有MV的拍摄 然后有视觉传达设计 然后还有包装设计 然后室内设计 我们是以金若为发想 那我们里面的故事主角的妈妈 她为了拯救我们的主角 而不幸的就是牺牲了 但是呢 其实金鱼妈妈并没有消失 她只是以另外一种方式 陪伴着我们的故事主角 吉米和她的这片海洋 我们是做室内设计鞋店嘛 那主要的风格就是以罗利塔风格下去做设计 就是鞋子的话就是跟一般卖鞋子的那种风格会不一样 那我们除了卖鞋子的话 也有像是布景啊 然后四衣间跟化妆间的部分 这个是我们的二体动画 我们是用一针一针逐格的方式画出来的动画 实在讲人类从刚开始发展 走到后面发展一些东西 但是影响到地球环境的生态 我们这一组就浮光掠影 那宜兰的美食我们是以最左边的是高渣 再来是稀鲁肉 再来是岩烤无子鱼 再来是樱桃鸭 那我们有把它做成不止纸雕的样式 也有变成AR 那我们的one life呢 它的意思就是说人生只有一次 对所以你只有一次机会 所以你要好好享受这次的人生 所以才用one life 然后我们的主题是专辑 说基本四季 然后我们设计的是乐历 对最主要的产品是乐历 然后我们有四个小角色 分别是我们这一组的四个组员 代表的自己设计的 然后我们的阅历就是画这四位小角色 他们一年四季的故事 罗东高商多媒体专题制作成果展内容 丰富又多元 暂期从2月4号到14号 在中心文创园区的新创馆举办 欢迎游客以及宜兰乡亲前往观赏 并给予学生们更多的支持及鼓励 宜兰新闻记者14名采访报导